人类首个太阳探测器帕克号计划于7月底发射升空 这是人类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太阳 美国的航空航天局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趟逐日之旅 我们请记者墨宇带来进一步的介绍 墨宇 好的 评章 那么在过去几个月呢 帕克号是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位于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的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进行了一系列的太空环境测试 并且是在上个星期完成了这些测试 那这个太空项目的科学家是表示 这就意味着帕克号已经做好了 开启人类历史上首次探日之旅的准备 那NASA今天也是举行了媒体开放日活动 向人们展示了准备就绪的帕克号探日航天器的真容 那帕克号大小呢是与一辆汽车差不多 外面包裹着大约11.4厘米厚的探复合保护罩 以抵御太阳表面上千度的高温 帕克号首次将飞入太阳大气的最外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缅 抵近距离太阳表面大约627万公里的地方 探索和观测太阳活动 并进一步了解太阳风的成因 那帕克号会先绕着金星飞行7周 借助金星引力经大约7年的时间进入太阳轨道 探测器预计将绕太阳飞行24周 每一周呢都会离太阳更近一步 帕克号的飞行速度是非常快的 在最接近太阳的时候 它的速度可达到每秒约190公里 那这个速度呢是相当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从华盛顿抵达东京 探测器的名字是以美国天文学家 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的 这是NASA第一次已舰载的人物命名航天器 那么在未来几天 在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之后 帕克号将被运往佛罗里达州的 肯尼迪航天中心 并电于7月31日发射升空 与此同时 NASA还特别请星际迷航的传奇人物 威廉·沙特纳作为代言人 向全球民众发出公开邀请 邀请大家一同参与 这趟飞向太阳的旅程 感兴趣的民众可以通过NASA的网页链接 填写姓名和邮箱地址 这些名字呢会被存在一个芯片上 与帕克号一同飞向太空 拥抱太阳 作为见证历史的一部分 上传了姓名的民众 还会收到一张可以打印的机票 作为留念 人们有机会将名字送上太阳的截止时间 是4月27日 好的 谢谢墨语在华盛顿的 新闻报道